各位中心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心社的记者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湖北省中医院的光谷院区 目前随着武汉解除离汉离厄通道的管控 复工体检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复工体检应该做什么,做哪些项目 今天大家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看一看 新冠病毒核酸还有抗体检测的话 可以个人前来检测,也可以单位统一进行检测 我们看到如果说个人前来办理的话 需要提前领取我手上这样的一张表 这张表的话上面也是需要大家详细记录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包括体检项目大致是分为四种 一般是新冠核酸检测,然后这就抗体检测 以及血液分析,再就肺部CT 这个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 复工体检我们一般没有那个就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它就是血清抗体检测 它就是如果有症状我们就查CT 证明可以按照这里的需求自由选择 刚才我们在分检台办完了登记手续之后 我们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码 我们做的检测是三项检测 一个是新冠核酸检测 再就是抗体检测 还有血液分析 我们现在就是排队在等待抽血 在抽血的地方 大家也是保持这一米以上的间距 然后抽血的房间是单人间 一人一间 我们看到有的市民的防护措施 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有的人还专门穿着防护服 带着面瓶 抽完血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做这个烟柿子 烟柿子的话是在外面 烟柿子的采样 需要采集烟后臂的分泌物 采样棉签插入叫声 所以说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感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是我们确诊新冠病人的一个金指标 但是核酸检测也是一个40%准确率 所以说我们在常规的复工体检测的时候 我们家核酸和血经抗体一起复查 就保证它的准确性相对的高一点点 它的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费用都是按照武汉市的标准 核酸检测是260% 血清抗体检测是180% 大概什么时候出结果呢 一般这样的 我们今天上午做的核酸 如果在10点钟以前做的核酸 晚上就可以有结果 从我进入医院到完成体检 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目前武汉很多家医疗机构 都推出了相关的体检项目 体检人员当天便可以在 一个名为健康武汉的APP上查的结果 两天后便可以取回纸质版的检测报告 最后希望大家的结果都是音信 平安健康 更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因为复工体检对我们现在 疫情控制基本上控制以后 对防止那个无症状感染 我们是一个窗口期 一个是最好的一个平台筛查 也就是对企事业单位 他们做复工体检对职工的安全 和生产安全和医疗安全的一个保障 感谢 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平安队 请不吝点赞 平安 Ruben